早上的8点50分来到了台股盘前解析 先欢迎到今天的残疑专家 邱顶太 顶太老师早安 雪姨你好 三立的投资朋友 大家早安 好 点赞时间又来跟我们解析了 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下 昨天台股最后是小涨的 但是美股这种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们说道琼不断不断的在创新高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都在创高了 关键还是说这个美中贸易战 我们就说露出熟光了 虽然说上礼拜讲说 一开始这个谈何时何地要签 讲得很好听 感觉是川普跟吉吉姆之间 彼此做一个面子上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只是因为昨天 美国又说个好消息就说了 签完之后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会变多 所以昨天股市上涨了 那么从美股四大指数来看 是不是也是现在很开心的 耶诞行情 那么跟今天台股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相信川普大概最大的用意 也是想要让大家过个好耶诞 好耶诞 就像我们过年一样开心的感觉 总是在这耶诞之前先这么做 刚刚玄奕提到 其实说美国说它会对中国的出口会大增 是 倍增 那这是一定的啊 因为中国就是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商品 包括农续产品之类的 那是不是能够像现在市场上 大家想象这么好呢 我觉得我们从指数待会再从几个角度来切入来看 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来看哦 雪姨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这个稻穹工业指数是上引线哦 是哦 最后就说对一开始涨130多点 后来没涨过 对对对对 后来曾经一度涨了200多点 虽然是留上引线哦 留上引线哦 所以这个走到这里的话 事实上美国的投资朋友也有点金金掌啦 因为太高了的话 因为就是说消息发布出来说 对中国的这个出口会大增嘛 就先拉上去了哦 但是你很明显啊 你看过去这三天 就重要的这三天有没有 我们稍微再放大一点图表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雪姨有没有注意到这三天就是十字线啊 都是上引线之多 上引线之多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NASTAG NASTAG的上引线比较短 待会我们跟大家讲原因 它上 它是跳空上去的哦 对它是跳空 跳空哦 对不对 但是上引线留的比较短 好 那待会我们这个先表过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哦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哦 就是肺磅 肺磅是黑K棒 是哦 好 我们讲了很久了哦 同时我们讲 中美贸易战打的就是5G之战 是 对不对 那在美股看来就是肺磅 所以这个之前它涨得最多 对不对 对 但是过去这两天它开始出现黑棒了哦 它开始出现黑棒了 老师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就说 这次协议看起来 根本没提到关键的科技 5G 华为都没人理他 对 没有华为啊 没有华为 所以我们在新闻的解读里面 还有提到为什么这个联发科 最近比较好 是 四年半经历 对我今天讲 如果美国还在制裁华为 5G就是联发科的天下 这样大家有懂意思吧 懂 如果你没有解禁华为 总是需要一个设备商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对 因为华为只能找这个联发科嘛 对 可是一旦这个解禁慢慢解除的话 华为就不见得有竞争力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高通 是 那华为一定是用高通的 因为你这样要买美国的帐 一定是用高通 只是现在它被限制不能跟美国来做生意 因为这次都没有提到 这是这就是川普所按下的筹码 好 那这个这个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为什么 来 这个悬疑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这个是美国 这S&P500指数 是 一样 因为它里面还是比较 它没有像道琼 或者说 这个肺磅比较长的上影线 好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它下一个 就是说 欸 悬疑你能不能注意到 这个叫什么 NBI生计指数 生计指数 对 老师讲很久了 对对 生计指数 它是放在这个纳斯达克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纳斯达克 因为它撑住了 纳斯达克昨天最强的 就是苹果在创地的新高 那还有一个东西 对对对 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叫做特斯拉 是 特斯拉大家不要先不要去留意 因为它昨天是特殊题材 特殊材 美国对它 在这个电动车这块 有减税的效应 也发布出来了嘛 所以它大展 对 这个是减税的 跟它说最近的一个情况的话 还要后续要再观察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要列一个东西给大家看 马上导播让我们上这个 所谓的黑天鹅指数 黑天鹅指数 来 学医你注意到 黑天鹅指数 你看 有没有暴涨 有耶 好 那黑天鹅指数 早上快要9%了 对对对 你们看到这个 那今天凌产还没有出来 我刚才看好像稍微 也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你们看到这个叫150 是 学医我说你知道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 这是去年八九月份的 好 学医我们在脑筋在想一下 你还记得吗 去年八九月份是一个月之后 美股开始大跌 对 十月份大跌 对不对 十月初就这个因素 还有这个 这也是之前之后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了嘛 这个包括美国总统大选当时 大家也没想到川普会当选 对 黑天鹅指数都率先反应了 后来也曾经大跌过 脱欧也是一样 大家都认为英国一定会 不会脱欧 对对对对 后来脱欧嘛 黑天鹅指数早就飙高了 所以这个准确度 这个准确度相当高 那因为他接近 他这两天突然间暴涨到144 他在这个地方是100 所以150是一个关键的 对 过了150大家就要警觉性高了 那你不要认为不可能 因为上个礼拜五 他就一下子涨8.9%了 而且他是慢慢的 他平常的时间是在这个区块当中 120 120到130之间 很安全 他如果真的跌到110底下 他一百零几的话 那多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他是刚好颠倒的 刚好颠倒的 所以我之所以跟大家讲说 你看这一两天 他是出现在美中达成贸易 这一段过程美股一直在涨的过程 他却是迅速拉高 尤其现在美股已经来到历史新高 对 我们也 今天大概就挑战一万二了 我要跟大家讲 简单快速一两分钟跟大家讲 什么叫黑天鹅指数 就是美国有很大的机构法人 他们在做什么 在做这个期货选 这个叫做芝加哥 CBOE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这个叫做偏写指数 我们中文翻译为黑天鹅 那为什么叫偏写指数 就是有跟市场的观念落差很大 就是有很多大咖 中美国的大咖机构法人 在美国的期货选择钱上 做了很多的空单 就是买一大堆的 买得很远 比如说道琼现在是两万八 他可能在两万三 对 布了很多 因为这是保护他的那个 这个现货的多单 因为可是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选择钱的价位比较低 权力金很低嘛 对不对 他买那一单 因为跟市场上所想象的空间 不太一样嘛 所以这个偏写指数就拉高了 那是不是这些大咖 一群人 对 而且是机构法人 他们心里已经有开始有点 居高思维的害怕 所以去做这样的动作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这个我们先按表不放 就是说你现在知道这个 因为我们随时会跟大家做提示嘛 好我们再看我们今天 美国股市到底涨了两档股票 我们看给给大家那个美光那一档股票 美光涨上来 你看这先看超微好了 先看超微 超微再创历史新高 超微的股票大家就应该知道嘛 譬如说建策啦 金居啦 那因为他毕竟超微是创 你看我们讲的都是跟台北股是联动比较高 也是跟台北的 赛宁斯啊什么 那些联动比较不高就算了啦 超微联动性相当高 这要注意一下 我们说可能这市场上就比较容易在 因为昨天这个这个散热又涨上来了嘛 那散热概念股当中跟它联动最高的 就是大概建策这一类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 我们再看下一档 就是我们说的美光 你看美光 但是美光有个小破绽 你看 它有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是 我曾经我再讲一遍 美股这个美股的K线跟我们不一样啊 它绿色的是涨的 红色的是跌的 我们是红买绿卖 他们是绿买红卖 但是美光昨天开盘我也吓一跳 那时候涨了五六趴 可是最后收盘只有涨三点四趴 那我们待会也会谈到低润的 不过要跟大家讲美光很重要 美光这个礼拜 就是我们的礼拜四 它的礼拜三盘后的时候 它要公布新的上个一季度的财报 那个就能够确定说 现在我们大家看的 这记者写这么多财经消息 低润 吉邦也说非常好 到底涨价的题材是真的还假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像美光跟面板这种 最近我们看到友达还是很强 没错 跟面板友达这些 友达是因为京东方减产 中国大陆的京东方减产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低价位股票 在下一个季度是比较 比这种大型股有机会的 那美光如果 现在在吉邦也提到说 可能在本来是第二季 现在可能第一季 就有涨价的题材 那这个答案不是吉邦你说的算 我还是强调 是美光说的算 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始来做新闻的解读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确实 点赞分析大家提到了 包含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有很多新闻面看起来都利多消息 在现在台股特别又是高的时候 你会想说这利多消息 我应该再进去追高吗 我们等一下一来解析 现在看到就这个美中贸易账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美国说对中国出手倍增 川普最想要买 你都来跟我买农产品 我都给你了 所以出口倍增 这个消息面 还有就是热钱先行得不得了 台股今天可能40兆再望 还有一万两千点 5G手机这个也可以等 好好地讨论一下 最后就是刚刚老师提到 这个低润 我们说这个合约价格 为什么说它提前涨呢 因为通常是说第一季 才有办法看到这个价格之一 现在是说我们提早就看到了 所以他认为后市是看好的 但真是如此吗 我们打一个问号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整个后续台股的影响 好 我们先看 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再先跟大家讲 一个很重要的 马上导播再让我们上一下 一个新的图表 叫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大家看一下 打包到我们上 美元指数 好 雪姨你看到什么 美元指数最近有开始在下来 是耶 在下来 对 昨天已经看到 应该最新的在96.6了 96.6了 那就是说美元指数有走往下 那美元指数往下的话 就是当然我们刚才说 回到刚才那个新闻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就说 有利于美国出口 是 对不对 因为大家知道 币值的贬值有利于出口 没错 币值的升值就有利于内需 内需 那我之所以这样跟大家讲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指数不见得说说 马上就进入空头 大家不要再担心 这是多头格局 没错啦 但是内容结构或许要稍微做转弯的 因为台币一直升值 对 像美元指数今天凌晨看又出现比较大幅的回挡的话 代表美元是慢慢持续贬值的 美元持续下跌代表美元 对对对 所以你台币就容易升值 对台币就升值 台币很强 对 所以你已经来到30.26 左右啦 后来说2.6 对对 30.26啦 如果这个30破的话呢 那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货币跟一些重要的所谓的金融商品 整数关卡都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有时候你整数关卡的话 像这种台币整数关卡 进出口商都一定要做它的避嫌的 那就是有时候会加重它的升势 或者加重它的 往上的话就贬值嘛 会加重它的贬值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刚才那个新闻 我们再回过来看那个新闻 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出口到两年 这样再贝征 这是一定的 已经讲好了啦 你要那么多 那个中国大陆包括呢 农需产品要买这么多 而且是一直在增加 每个季度每个月都要做增加 两年之内就单单这一块 就要2000亿的 在这个农需产品方面 你当然是说贝征 这是一定的 而且这是 所以现在的算盘都被那个什么 川普打得相当如意 第一个他最需要美元贬值 没错 所以他一直要连准会降息嘛 是 好那一样如果 但是 但是我们看到实质实质的内容的话 好像跟 除了苹果是受费 为什么苹果在涨 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中国大陆进出 不过要跟大家强调 苹果在中国大陆 iPhone 11这一块 大幅萎缩 瑞幸已经提出警示了 好我们刚刚有没有 这一档 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来图表给我们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 他现在2000亿嘛 我们看到 就明显的就是开始在增加 对美国出口的统计 2020年他估计要到达这个数字 实际上这个数字里面 就包含很多的农蓄产品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好像一直没有办法 所以 所以我才强调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你要注意的 美国是费成半导体 背半 背半如果一直不涨上来 然后背半一定会影响台积电 会影响我们一万两千点 到底能不能站上跟守稳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的 说到英文梁先生就来看看了 今天这个台股市值40兆 有没有机会来持续挑战 机会很大 非常大 因为已经来到39.6兆的样子 好那40兆的话 热潜涌 这个热潜涌这句话才是最重要 热潜涌这句话才是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 台币今天恐怕又要出现 比较明显的升值 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 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里面 当然就是都是重要的 台积电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再看这个 因为这是新闻的 新闻的话有时候就是 慢半拍 我们说实在的 这个不能否认 而且其实常常说 跟老师先要做个联动 台币现在不断升值 其实对于这些电子业 是不好的 对我其实要讲这个 我跟大家讲 有默契 对对 以前那个张董 所以我刚才说 一定要先看美元指数 是 张董啊 这个张 每次都说希望台币变一点 对张中某 因为他虽然退休了 两件事对他压力最大 第一个新台币一个 如果升值 他就马上跳出来说 央行你要稍微 对对 你要控制一下汇率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不容易 悬疑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就这段时间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担心被美国列入外汇 会控制操纵国 会宝贝跟中国大陆一样 被川普点名 对你被点名了 所以我们不太敢去防守他 这样懂意思吗 因为这个贸易 你的贸易金额多少 不能出手干预太明显 你要么多 就多买一点美国商品 这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你多买它 它不会管你外汇 如果你是维持以往的 目前的结构 我们刚才在边缘上 你这样被盯成外汇 操纵国的话 未来比较麻烦 所以我认为 可能有一点要放手 让他升值 尤其人民币升更凶 人民币最近升很凶 升破7了 对不对 好 这个都联动亚洲的会市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张董的话 以往就是对台积电的 台积电对这个 新台币的升值 还有不要忘了 但19号台积电要除息了 对 礼拜四 礼拜四嘛 它除息 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子 是 大家说会不会秒填息呢 对啊 话是这么说啦 再看一下 因为下半周台币如果一直升的话 这个台积电会有压力 还有原油如果大涨的话 台积 张董也会出来讲话 所以都要提醒 虽然外资喊到350块 对对对 很多人 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多朋友 不买股票都会想要来做价差 那我说短时间 对对 对就是 你看我去吃个早餐 这个 都快一万二了 大家都在跟你讨论 对 都一万二了 我想说最近那个早餐的 那个老板怎么对我特别好 一万二就要来问你说 可不可以买 反而大家要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戒心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是这样多 因为我们刚刚说什么叫热潜涌 因为你台币升值 被动的外资一定要进来 他进来的话到底要买什么 比较重要 那如果因为台积电 但是里面有个联发科 联发科注意一下 因为他们变成这段时间 大家讨论了所谓的 第二座 第二座大山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 他说你是富国神山 富国神山嘛 好 那联发科我还是强调 联发科还是要看什么 还是要看这个到底 华为最后 华为的做法 其实联发科今年到目前 业绩并没有大幅成长 前三季 对啊 没有大幅成长 是 他现在前三季到十一月 自己比去年小征 百分之三而已 百分之三不多 你再扣掉 扣掉EPS 怎么一大堆的EPS 不会说特别的 所以现在股价在高档的时候 对对对 那这次大立光的话也都还好 其实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留意的 不过倒是要跟大家 当然今天的焦点在南亚科 到底说低润的反应会不会 还是礼拜四就结束了 这不知道 所以南亚科这两天很强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 学医你能不能注意到 最近我还是一直在买金融股 对啊 对 我们就说每次都这样 每电子股涨完之后买西乐 对对 有句话又要问说了 涨到金融就要稀利了 对对对 我就是要说这个 这样说就对了 稀利不是说对加钱指数稀利 小心啊不是就对电子股 你要稍微有点提高警觉 因为你变成类股轮动 我又一个对 为什么美国NBI生技指数大涨 它实际上它也有在防御避险的效应 NBI指数今天是V型反转 所以如果我们涨到 突然间你看到涨到生技股 你也知道内行人都知道 涨到生技股电子就怪怪了 还有呢涨到友达 这个友达群状 这种这种大概都是有点 电子造的阶段 那刚好明年第一季马上要到了 这种无机之谈可能会继续发酵 那你总不能台积电再涨的话 反而带动一些低价股什么的 有些股票本来基本面不差 这也有点疑虑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不对 我们讲本来不是叫你 悬股上要小心 对是叫你要小心 本来人家风风风风 看来快撞来买了 这个算是不对的 尤其台币的生死是个关卡 因为今天大家可能会穿起买 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三条新闻 对对对 刚老师讲这个利多消息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 而且这是今天的头版 上面就跟你说到说 说这个低润银纯燕夯的不得了 帮我们调一下 好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包含像是这个5G手机 五大社会股 还有低润也要特别小心 那5G手机其实 今年就在讲 我们就要等嘛 就看这个iPhone 到底 对 就等iPhone了 我跟大家讲 大家还是有一个观念 我们我的官 我的那么多年 我在谷快要三十年了 这几年 将近这十年 有些就说 今年涨了什么 明年不见得会涨 还记得去年吗 就是这个被动元件 是 那一些 国际 有没有 可是后来过一年 他就没再等了 也很快 那今年涨了5G的话呢 明年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5G的观念 还是苹果会不会推出5G 那苹果真的要推出以及你要到第二季之后 你才会清除 没错 你第一季这一道只有SE 至少有九月之后 对啊 或者Megapro 周边的那一些而已 可是苹果 我以前 我跟大家讲过 你记得陈宏吧 陈宏以前曾经三千斤过 三千斤 你说苹果没有出过 出这个触控之前的话呢 其实上这个三星那些 早就出了触控两三年了 可是触控都没有 比较明显的发展 没有大明大棒 那大明大棒是因为苹果一出了 这个触控之后 CPK也冲上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5G的话 这样今年先看看就好了 因为有些股票已经涨好几倍了 你老是去买那个好几倍的 你要注意一下 老师的提醒要听 对对对 因为你没有等 苹果确定跟你讲说我出5G的话 现在都是空气 都在讲那些空气 好 那五大受费股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内容 快速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 五大受费股 你看出货量 出货量现在是这样子的 以现在全球的出货量的话 中国大陆华为 现在在这市场上 还是慢慢的崛起相当强劲 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变成第一名了 那这个前三名 苹果已经被踢出去了 大家注意一下 都是中国的 好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这个 社会股 收费股 看一下比较重要 下个张的图表 其实五大收费股 看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五大收费股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回到台积电这一类的 台积电 大力光等等之类的 我们来看看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个新闻标题 我还是强调 我们要5G一定要 5G的概念股当中 一定要苹果在明年有发挥 你才有机会 好 那我们来看低润的迎春宴 你看合约价提前寒涨的话 这个事就是我今天也很担心 你看我们标题有提到南亚科跟威钢 虽然说一个南亚科是纯粹低润的 那这个威钢是比较属于另外的一个记忆体 就是说Netflix Non-Flash那一块的 但是今年的威钢倒是让我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我基本面是跳效式的成长 跳效式的成长 不过你看那个3260的 我们看3260的这个计数面好了 来看看3260威钢的这个计数面 你看弦翼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都没有注意到 已经涨对啊 那涨成这样了 真的 这个其实陈董 我很久没看到 他把自己的股票做成这样子 以前陈董很会做股票的 真的是 对对对 陈董那么多年还涨这样的话 可见他是有这个心 但是以前威钢 从码面看来也是 对对对 从上面看也是 对都一样 也不是说没量啊 对外市在买啊 你看外市在买啊 而且是最近突然起来 我为什么提到 以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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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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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8299的群年 我们打8299的群年 你看以前他当过古后 8299的群年 你看群年啊 8299的群年 你看 你看 8299的群年 还好嘛 对 是不是 还好嘛 你看这个比较之下呢 那以前这个创建就更差了 就不用看了 你看今年 陈董是有在用心的 他曾经这么多年 那我们再回过来还是2408的这个南亚科 那南亚科 你看我还是强调哦 今天绝对不要进场哦 不要报纸就是开了就赶快进场哦 今天不要进场 因为昨天的美光是开高走低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先反应了 我们领先美光先反应了 因为美光在昨天的盘后电子盘已经涨了 好 所以说鼎调老师的提醒 大家都要多多关注 而且台股呢 现在已经在这个也是相对高档了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感谢老师的分享 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